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是被那個 就是奉命要來 這有點改變以前的那個流程 奉命要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主講教授戴萬平老師 那因為今天大家也知道說 那個百年烏托邦實驗共產主義烏托邦 今天是第三場 就是從我們從發源地歐洲到 到拉丁美洲然後到那個 今天的那個東南亞 那我想各位應該都知道說 其實共產主義的實驗 在亞洲這個地方是造成很嚴重的那個 災難的齁 我們那個大概1965年後的幾場 那個死亡人數最多大災難都在亞洲齁 第一場就是今年那個 那個 文革 文革50年死了大概150萬到200萬 這數字因為沒有很精確的調查 大概粗乎這個數字 第二場就是那個柬埔寨的那個 次眠 那一場也死了200萬人 那第三場就是印尼 那印尼你知道我們這個數字有50萬 開場電影是100萬 到最後又有人說250萬 所以他其實印尼是 這三場大災難裡面呢 印尼是大家了解最少的 那我們今天四上龍基因會很幸運的 請到那個戴老師 因為他是東南亞專家 而且他不只了解東南亞的經濟 政治經濟情勢 他甚至很了解東南亞的那個 那個複雜的宗教 跟那個族群問題 而且他還會講印尼話 所以他有很多第一手的資料 那他上個禮拜才剛從印尼回來 所以我相信他今天可以給我們 很深入很完整的那個 印尼及東南亞相關的一個介紹 我們今天歡迎那個戴老師 大家好非常開心 有機會在這邊去 去介紹今天的主題喔 那其實大家知道最近的南向政策 非常的紅喔 那我在最近參加幾場演講裡面 大概都是談 很多人叫我一談 比如說你可以 到底東南亞值不值得投資 或者說年輕人要不要到東南亞工作 等等之類的主題喔 那當我在幾個月之前 聽到基金會要請我來講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就非常訝異喔 為什麼訝異呢 因為當大家去關心投資 經濟貿易 新南向政策的時候 那其實台灣還有一些人 會去反省一下 到底東南亞發生什麼事喔 那在過去的時間裡面 當然我剛剛說過 如果你要其實 我也常常跟很多後面的學者講說 如果今天大家去了解 東南亞的經濟 或東南亞的產業 其實你不要忘記 其實東南亞的歷史 跟它的因素 其實會非常的影響到 今天的任何一個 我們看到的一個情況這樣子喔 所以我也希望說 大家可能在關心東南亞的經濟 產業貿易 台商的投資的同時 大家可以其實有時候 可以回頭看一下 到底東南亞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喔 那當然今天在講的一個主題裡面 我們 其實這不是在台灣 不知道沒有多少人關注喔 那我先講一下 我本來在結論的時候要講的喔 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因為僑委會的邀請 我到東南亞到印尼去做了一個 關於東南亞經貿的一個演講 那在這個演講的過程中 我就請了一些我印尼的朋友 印大學的朋友來去討論說 那你們1965年到底那件事情的時候 你們怎麼去看的 那我在一個咖啡廳裡面 去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那所有的人看到我的時候 就告訴我說 你不要再講下去了 在公共場所裡面 你不能去討論這件事情 我就非常的訝異說 為什麼在公共場所裡面 不能去討論像這樣的一個主題呢 後來發現原來今天 電影這樣的一個主題 其實在印尼的社會裡面 還是一個禁忌 剛剛或者說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些報紙或者媒體裡面 有提到說 好像東南亞的國家 好像在印尼裡面 有人開始去反省這件事情了 可是如果是在 在關心更進一步 follow這個訊息的人 你會發現其實在 兩天 三天 不是 今天是6月5號 在5天之前 那印尼總統就公布了一個法律 那這個法律裡面說 以後每一年的6月1號這一天 就叫做班查希拉玉 為什麼呢 因為在1945年的蘇卡諾 他在6月1號這一天 就宣布了班查希拉這樣的一個概念 大家等一下會解釋什麼叫做班查希拉 那請大家先把這個字先記下來 班查希拉這個字 因為這個字在印尼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敏感 所以剛剛你看到有幾個 不過我裡面我也先說一下 在這裡面的電影裡面 因為我略懂一點點印尼文 那在裡面其實翻譯的過程中 不是英翻中 是印尼文翻譯英文的過程中 裡面稍微會有一點點偏差 或者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剛剛講說 比如說裡面講到的五屆青年團 那其實它的一個真正的名字 就叫做班查希拉青年團 那這樣的一個青年團大概是等於什麼 我不知道這樣的比喻適不適當 那個大概這樣的比喻 就等於是共青團 類似這樣的一個組織 那就是當時在裡面的有一個政黨 那其實它翻譯也不好 叫做商會與工人黨 那其實真正印尼文的翻譯 叫做高卡爾 叫高卡爾黨 那英文的意思叫做從業集團黨 那這個政黨基本上就是代表了 當時從1965年到1998年 蘇哈托下台的時候所領導的一個政黨 那這個政黨裡面就 問題它叫做從業集團呢 因為它有非常多不同的附屬的一個團體 那其中的青年團 當然就是這裡面最接近的團體 那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到底為什麼 那等一下我在我的報告裡面 會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今天我剛剛大家看到這個電影的 或是這個紀錄片的時候 大概只看到了就是怎麼樣去殺人 然後殺人以後得到什麼東西喔 那等等之類的 我希望等一下的報告裡面 先跳出這些事情 我們先從一個大歷史的角度來看 到底這些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那這個發生到底後面有什麼影響 我不曉得各位啊 在這邊的各位的好朋友們 當你想到印尼的時候你想到什麼 當你想到印尼的時候說 印尼 那你覺得是什麼 你會想到什麼 可不可以有人可以告訴我 好 島嶼 很多海洋跟島嶼 好 島嶼 OK 很多海洋跟島嶼 還有咧 印尼給你的印象會是什麼 微笑 回教 OK 穆斯林 它是最大的穆斯林的國家 那其實在印尼裡面 最讓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我自己接觸到印尼寫 印尼的博士論文的時候咧 那第一個讓我的印象就是 印尼會排華 對不對 或者我想說今天我今天很幸運說 是在今天看到這部電影 那我記得如果咧 這是在我當初要去印尼讀書的時候 在2002年的時候 看到這部電影 我想我大概就不會去印尼讀書了 我就要去放棄我的博士學位了 因為那個你看到裡面的場景 其實是很可怕了 那好 我們就回到這邊來 到底為什麼這個故事會發生 那到底為什麼印尼會排華 其實答案在這部電影 跟在今天的報告裡面 大概都可以提到一些 那在第一張投影片裡面 有沒有看到啊 講到印尼的話 一定要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那這一個人呢 如果大家 在一般的念政治系社會系的朋友裡面 一定會看到這一本書 那這本書的作者叫做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那這本書的作者叫Ben Anderson 最近在應該三月份的時候 在印尼過世了 那他是開奈爾大學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印尼文的 印尼研究的一個專家 台灣基本上也翻譯了這本書 那為什麼這本書裡面 翻譯那麼的重要呢 因為他給我們的一個概念 如果大家知道去研究民族主義的人 那裡面大概會有兩種不同的爭辯跟解釋 一種民族主義的方法呢 叫做原生論 那原生論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一個民族國家是怎麼來的 其實是基於他的血統來的 比如說 安格魯薩克勳人 那他可能變成英國人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那另外一種民族主義的概念呢 就像印尼或像所有東南亞國家裡面 我們都說這些民族主義是屬於建構論 就是民族怎麼來的 其實基本上是想像來的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印尼 它過去並沒有一個非常長遠的一個歷史 但是在過去裡面也沒有一個所謂的 印尼這樣的一個國家的概念 那其實是非常近代裡面 才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印尼的字根裡面來就是 剛剛有朋友講的就是島嶼跟水 加在一起的地方 印度 尼西亞 這樣的一個字根裡面 一些湊合起來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原來就存在的一個國家 它不像 可能像中國裡面可能會有什麼清朝 明朝這樣的一個大歷史 或者是呢 像英國一樣 它可能就是一個過去一個傳統上的一個歷史 那雖然印尼曾經有非常多的古國 跟帝國存在印尼 但實際上呢 它並不是存在已久的一個地方 那基本上我剛剛說過 這邊也講到 是一個人類學的一個術語來的 雖然明顯的 Anderson這樣的一個想法裡面 就代表說 其實它比較支持 是民族主義的一個建構派 它認為一個國家 它不是一個 來自於血緣歷史這樣的一個傳統 而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一種民族的想像 那當然這民族想像 會有一個非常複雜跟長期的一個建構的過程 可能包含了像語言 像是印刷術 像是官員旅行等等之類 在這本書裡面提到 所以其實這本書裡面呢 雖然它談了非常多的東南亞國家 但是其實的重點裡面還是印尼 那為什麼印尼會變成印尼 那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叫做反殖民 所以當殖民者 透過像強迫種植的制度 像是一些壓榨 一些分額統治的制度 讓整個印尼裡面出現了民族的一個情緒時候 那當然民族主義者 那特別是以爪蛙為中心的貴族 他就要跳出來說 我要去反抗你 我要去推翻你做個 推翻你這樣的一個殖民的政權 這樣子的一個反抗殖民主義的運動 就變成是印尼整個國家裡面 想像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其實不只是在印尼 在其他的東南亞國家裡面 我們都發現 其實現在很多東南亞的問題 之所以出生 基本上就是因為東南亞的國家 它都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我們來看下一頁地圖 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在1895年的時候的地圖 你看到有沒有誰可以告訴我 我們來考一個東南亞知識的大考驗 有沒有誰可以告訴我 在東南亞國家裡面 哪一個國家沒有被殖民者殖民過 泰國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泰國裡面 就是沒有殖民過 可是泰國有沒有民族想像的問題 也有啊 如果有機會你去泰南的三個府 像是亞拉 北大年 南華提哇 這三個省裡面 大概是在這一個位置 這裡面其實最近也蠻恐怖的喔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有所謂的泰南分離運動 在這邊其實有非常多的穆斯林跟回教徒 那他們希望能夠從泰國獨立起來 變成一個國家 那當然馬來西亞新加坡 明顯的是英國統治的 緬甸英國統治 那當然這邊的寮國柬埔寨跟越南是法國統治 那印尼整個大印尼地方的話 那大概就是屬於荷蘭統治的地方 那當然我覺得其實在想像的共同裡面 有個非常妙的一個地方喔 像就是這裡喔 東帝文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關心到 最近一個非常大的新聞 好像台灣的電視台或者是媒體沒有報導喔 那最近的東帝文已經宣布 在2017年在明年的時候咧 就宣布他要加入到東協 我們以前講東協是十個國家 所以從明年開始 東協國家變成第十一個 那為什麼說這個地方會是想像共同體的一個非常 很吊詭的地方呢 其實你看喔 菲律賓的南部會有問題 有非南 菲律賓大概都是屬於信仰天主教的地方 但是我們知道菲律賓南部的明達 阿納爾島跟這個區域裡面是一個回教室世界 那這邊的人也想獨立 那剛剛講泰國南部有人想獨立 緬甸北部的克倫族 東邊的善邦他也想獨立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覺得我跟你的想像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剛剛說過東南亞國家的建構是來自於想像 來自於民族主義 但是我們想的跟你想的是一樣嗎 想像的都是一樣嗎 那如果想像的變成不一樣的時候 該怎麼辦 好 所以剛剛講說 像剛剛講的地紋 東地紋這個地方呢 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理論上如果從原生論 雪原論來講的話 地紋這個島本來就是一個 應該就是一個 一致的一個地方 可是當右邊這個東地紋這個地方被 所以葡萄牙人統治之後 這島就硬生生的被切在兩邊 那原來屬於同樣種族跟同樣選的地方 因為不同的統治者跟不同的宗教 那就形成了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要談這個 剛剛說過 在一個國家形成之前 我們都為了反殖民 我們可以在一起 我們可以一起的工作 我們可以一起要去完成這個理想 可是如果 當反殖民的角度 結束了 那大家想的會是一樣的事情嗎 那在印尼我們說過 它有非常的複雜 為什麼複雜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地圖裡面 橫跨了那麼多的一個地方 橫跨了不同的時區 橫跨了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語言 所以剛剛講喔 如果是信仰 居住在摩路加 摩路加群島 東印尼的地方的安問人 信基督教的 跟居住在爪哇信仰 回教的爪哇人 兩個 真的可以變成同一個國家嗎 如果在反殖民之後 所以我們剛剛說這個東西 就我們叫做想像的碰撞 為什麼要把 在信仰今天的主題的時候 要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講 其實我看完今天的紀錄片之後 我有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什麼 對於1965年發生的事件 其實有不同的學者 會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像今天很明顯的 今天這部電影拍的角度裡面 就是民族主義的角度 他看的就是我要維持 我們國家的單純性統一性 所以我要去做這個屠殺 其實在我們之前在念印尼史 或在印尼研究的時候 主流印尼研究的時候 當我聽到1965年 這一次的事件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像的 並不是民族主義者 那也不是想像的 等一下我講到伊斯蘭 其實我聽到的部分就是華人 所以當1965年 這個530事件 這樣的一個反政變 跟政變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第一個講的說 這個就是印尼排華的開始 所以在我們電影裡面 雖然沒有討論到太多的排華的事情 但是其實某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是從種族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那其實當然也有所謂的 剛剛講的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討論到這個東西 那我剛剛說過 東南亞國家印尼 特別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那在這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裡面 宗教不一樣 地域不一樣 種族不一樣 想的不一樣 想的不一樣的時候 就會出現紛亂 那出現紛亂的時候 該怎麼樣去解決 好 所以我剛剛說過 殖民主義者 讓多元的印尼 變成單一的政治空間 那如果反殖民的目的達到之後 後續的統治者 怎麼樣讓這些想像變成單一的 所以剛剛說過 為什麼班查希拉會那麼重要 為什麼在印尼有那麼多的人 會以班查希拉為名 去做這麼多的事情 甚至可能包含了 像剛剛說的準軍事部隊啊 等等之類的事情 那其實 從某個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 這個就是維持 他們維持統一的一個方法 那其實班查希拉跟台灣 有一點淵遠 那等一下我也會談到 好 這就看這個地圖 你可以看得到 這就是整個印尼喔 那在最西邊 最西邊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亞齊 那這個地方就是 在整個印尼裡面 唯一的伊斯蘭自治區 其實啊 我們說印尼雖然是一個 回教 我們講穆斯林國家喔 那如果是穆斯林國家的話 代表說這個國家裡面 是信仰穆斯林的為多數 但是沒有把 沒有把伊斯蘭律法 變成是一個 國家宗教 那在東邪的國家裡面 我現在只有在那個 問來的地方 是把伊斯蘭變成國教 那馬來西亞跟印尼都不是喔 我們說印尼它是一個 穆斯林為主的國家 但是它是 穆斯林多數國家 但它並不是一個 伊斯蘭的國家 伊斯蘭的一個國家喔 那可是咧 這個地方的亞齊 它就是純粹伊斯蘭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裡面當然就 到現在為止 因為它曾經也鬧過獨立喔 它因為它想像的不一樣 因為它覺得 我要是一個伊斯蘭的國家 為什麼你要變成一個穆斯林國家 那為了要化解這個地方的一個 權力 所以讓它變成有一個 讓它變成是有一個 有獨立特權的地方 好 可是你看那麼複雜喔 剛剛說過 包含了像這邊的 明拉丹有包的 南蘇門達那的一種人 爪哇島的 加里曼丹的 或者是 蘇拉維西的 東印尼的 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那怎麼樣變成 同一個國家呢 那這個就是一個 要解決非常難的問題喔 所以咧 剛剛有一個場景喔 那大家這裡面沒有講喔 這部紀錄片主要拍攝的地點 是在這裡 這個地方叫北蘇門 那那省的棉蘭 其實這個地方的華人 真的是蠻多的喔 當然也是可以 你也可以看得到這個地方的 反華暴力是最多的喔 可是大家有沒有看到裡面 非常殘忍的幾個 幾個鏡頭 就是頭被砍下來 然後裡面的內臟被挖出來吃 那其實那個地方呢 並不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其實是在這個區域喔 這區域裡面有一個 有一種人叫做Diyak 那其實在1965年的時候咧 在Diyak這邊的 對華人的清洗 跟華人的那個殺戮呢 是更嚴重的喔 那為什麼咧 因為咧 他們在就是印尼的官方或政府 就在鄉村裡面去宣傳說 欸華人來囉 共產黨來囉 那如果你們沒有出來反抗的話 你的土地咧 就要被這個地方被華人奪去囉 所以在當地的 在1965年的前後 反共的這段時間裡面咧 所以大雅人咧 就在每個人家裡面 華人門口裡面做個記號 做什麼記號 拿一個紅色的碗 上面裝滿了血 那只要那些所謂的暴徒咧 或者這些反共 這些所謂的反共分子來的時候 只要看到這個門口裡面有這個紅碗 就衝到這個裡面去咧 就把他們家裡面全部都殺了 所以當地大雅人習慣 就帶了一把大彎刀去砍頭 所以大雅人就叫砍頭組 所以在這個地方 剛剛拍那個電影 他沒有特別的說明 但是那個地方咧 基本上就是大雅人最多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 跟台灣也有一點點淵源 因為非常多 這個地方有個非常大的一個城市 叫做崑典 那這個崑市裡面有非常多的 當地的華人的女性呢 就叫到台灣 因為他們都會講客家話 所以跟美農 跟龍潭附近的客家族群 有非常大的融合 大部分都從這裡來 那當然為什麼會來 那其實跟當時1965年後 後續返華的大屠殺也是有關係 我說那這麼樣複雜的地方 怎麼樣把它變成統一咧 我們往下 好 回到講到印尼的歷史 為什麼開始印尼有歷史 為什麼要從印尼歷史講 然後來講到今天這件事情 其實最先印尼開始的 我剛剛說為什麼要把 這邊會要特別講到 1911年的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 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就台灣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談 當然現在沒有人去談這件事 大家去談三民主義這樣子 我就被印尼大學邀請到印尼大學去演講 講什麼東西 他講說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印尼人最重視什麼 我說我知道啊 因為我在印尼讀過書 印尼最重視的東西叫班查希拉 他說我告訴你 你們的 我們的班查希拉 就是從你們的三民主義學來 OK 那什麼叫班查希拉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後面有講了 所以我剛剛說 如果要談到印尼的民主主義的起源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 成功之後 對印尼的民主主義 就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啟發 那我們剛剛說 以前印尼並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沒有一個名字 那當然在1917年這個時候 就成立這些所謂的反子 民主主義的人 就成立了一個叫做印尼協會 那那個時候開始有印尼的名稱 那在1924年PKI 這裡面剛剛你們可以在裡面講PKI 印尼共產黨是第一個 用印尼為政黨的名稱 那在1927年這一年是最重要的 就是蘇卡諾等一下會提到 那印尼國民黨裡面 就坦出一個口號 就叫做Indonesia Madaka 那這個名字就是印尼獨立這樣子 所以其實剛剛我剛剛說 為什麼他說翻譯裡面有點問題 其實在你剛剛我們的電影裡面的 印尼文的翻譯裡面 那個班查希拉那個青年軍 喊的口號不是自由 其實喊的是 Madaka 是獨立 因為這個組織裡面就是代表的是 印尼應該是一個統一的 在班查希拉底下的一個政黨 那只要沒有人去遵守班查希拉的 這樣的一個團體 就是屬於不愛印尼的團體 就應該要去殲滅 所以為什麼叫出去殲滅共產黨等等之類 其實跟這一段是很有關係的 那到了1928年這一年 是在印尼獨立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為什麼呢 因為在當地所有來自於印尼各地方的人 就組織了一個口號 這個口號就叫做青年誓言 他們就說我們在印尼這邊 要建立一個祖國 一個民族跟一個語言 那因為當時有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語言 他們覺得有一個語言很重要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印尼這個事情就變成大眾的想像 可是在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印尼的華人 其實我們在17世紀的時候 就陸陸續續有印尼的華人移民到印尼去 可是華人的角色很尷尬 為什麼 等一下會提到為什麼在1965年這一年 華人會被殺虐 那一個原因是因為 可能華人被大家想像來自於中國 那中國當時是共產黨 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角度 到底印尼的華人有沒有心向印尼 很多華人被欺負 當然一個很大的理由是 他們覺得華人在印尼 基本上就是不愛印尼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當時的華人大概分為兩種 一種人叫做 那這種人叫做土生華人 他們在那個地方是跟荷蘭人做生意 當荷蘭人的買辦 所以剛剛有的畫面裡面可以看到 在路邊的小販他給印尼人的錢 他會向華人要錢 那華人可以給他們錢 為什麼 因為華人以前就是在印尼人跟荷蘭人中間 做了這樣一個買辦的角色 到今天為止 我遇到了一些老一輩的印尼比較身份高的華人 他們都還可以講荷蘭話 為什麼 因為他中間的角色是這樣 那當然 Local的印尼人就會說 以前你的華人是跟荷蘭人殖民者在一起的 你不屬於我們這一個團體 你不屬於我們這個想像的共同體 另外一種華人叫Toto 叫新生華人 那新生華人在這個地方又尷尬 為什麼 因為他是從中國來的 他們覺得 當時在海外的這一些 特別是印尼的華人就想 我是出外打拼 我可能為了躲避戰亂 我覺得中國太混亂了 我就離開了 可是我總有一天我要回到中國去 所以叫落葉歸根 所以你看到最近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懂一點東南亞史的話 你就知道在中國大陸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大學 叫做廈門大學 你問一下廈門大學到底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東南亞的華僑 所謂的華人去捐獻而來 那當然他們的印尼人就覺得 或者是馬來西亞的華人就覺得 你們這些華人 你在外面住那麼久 然後居住了那麼多時間 也從我們這邊賺到錢了 為什麼你不去捐錢給我們政府 你會去捐錢回到中國去呢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些華人並沒有參加這個 所謂的青年事件的組織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華人一直被 華人的忠誠度 一直在當地就被懷疑說 你到底有沒有喜歡我們 你到底有沒有跟我們 跟我們的想像 跟我們的民族是在一起的 好 可是我剛剛說過 想像的共同體 反殖民 這件事情大家是統一的 可是裡面會不會有派系 那當然有派系 那我剛剛說過 我們最先開始 或者是在所有的印尼的研究裡面 都把民族主義當成是印尼的主流的 領導印尼獨立的一個主流的流派 所以到現在為止 包含你看到剛剛講的 高卡爾 從業集團黨等等之類的 可是有沒有其他的想像呢 其實有 比如說伊斯蘭主義的 他們又覺得 既然我們是一個穆斯林多數的國家 我們應該要把印尼 建立成一個伊斯蘭主義的 伊斯蘭國 而不是世俗的國家 那所以剛剛講到 比如說 像Sariha 他會覺得 我不能接受異教族的統治 我覺得殖民統治就是壓迫 所以就有不同的團體 像現在還存在 像Mohammadi 或者像是Nawdua Ulawa 像這樣一個團體裡面 在印尼都存在 伊斯蘭裡面也有這樣的一個派系 他們的主張就是 我希望能夠把印尼 變成是一個伊斯蘭國 那為什麼在這邊要去強調這件事 跟1965年事件有關係呢 我剛剛說 這部導演拍的電影 是從民族主義國家統一 潘查希臘的角度看 其實現在 2016年的現在 反對重新討論 1965年事件最極端的 也是最強烈的 其實是來自於伊斯蘭主義的團體 所以剛剛說過 為什麼在2016的6月1號這一天 伊斯蘭的總統要簽署一個特別的法律 說6月1號這一天 必須要變成是一個 班查希臘的國慶日 因為伊斯蘭團體在 反省這件事情之後 在知道政府允許 反省1965年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就給政府施壓說 你們不能這樣過分喔 因為我們還是反對 反對共產主義的 所以那當然為什麼 伊斯蘭的主義的人 會反對共產主義 因為他們就覺得 共產主義跟共產黨 都是無神論 那伊斯蘭人 伊斯蘭的教徒裡面 跟伊斯蘭的信眾裡面 根本不會去接受 無神論這件事情 那當然也有一些是社會主義的 像比如說剛剛講的 那這剛剛就是另外一個流派了 那這三個流派 在所謂的國家 能夠反殖民獨立之前 可以變成是一個共同體 可是那獨立之後呢 好 所以在1945年 在伊尼宣布獨立 跟荷蘭人展開警察行動 跟對抗之後呢 然後在我剛剛說 1945年的6月1號這一天 那伊尼的總統叫蘇卡諾 民族主義的領導人 那就說好吧 那我們應該把印尼的原則講好 那我們就說 那印尼的原則該有什麼咧 我們說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有三民主義 那在印尼咧 就有五個大原則 所以叫做五戒 我覺得不太對 所以應該是我們就 翻查的意思是五個 這五個原則 我們應該這樣翻比較好一點 建國五原則 那不是戒律 那是一個原則 這原則包含什麼 第一個咧 信仰真神 但很好玩喔 你看喔 他是Believe in one God 那這個God是什麼 是阿拉嗎 還是上帝 還是穆罕默 還是那個釋迦摩尼 沒有規定 但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是一個印尼人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宗教信仰 所以為什麼 在六月一號這一天 在伊斯蘭團體的壓力之下 要把六月一號這一天 重新被定義為一個 因為大家一定要重新 已經講到其實就是這一段 你所有的印尼人 等一下我們看到一個照片 所有的印尼人 然後所有的身分證上面 就要註明你是什麼樣宗教的人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好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民主主義 國家統一 第三個當然就是人權 那人民主權 那可是呢 最後一個 他也強調社會正義跟繁榮 所以很明顯 你看看判查希拉的五原則裡面 基本上呢 都包括了 包含什麼 包含了民族主義 包含了宗教 那也包含了社會正義 跟社會平等這樣子 那在1965年獨立 1945年獨立之後呢 班查希拉跟多元一體 變成是印尼所有的國家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可是啦 問題來了 當印尼真正獨立之後 該怎麼辦 所以咧 獨立之後 好 我們印尼一開始咧 就執行了民主制 那用哪一個國家的民主制 最好的咧 到底總統制跟內閣制等等之類的 其實最先開始的時候 印的憲法是總統制的 可是到了1949年這一年的時候咧 因為各種不同的團體去做爭奪 到最後為止咧 印尼就變成了內閣制 議會內閣制 1949年的憲法 那在這個憲法裡面咧 就採取的選舉制度叫做 比例代表制 那比例代表制 那比例代表制大家照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如果大家去讀過政治學 或李普特的協和式民主 大家都知道比例代表制 出現的一個結果就是多黨 所以咧 在印尼 不好意思上一眼 所以在印尼裡面就發現咧 我們在這個議會民主時期就有 民主主義者有一個政黨 然後咧 伊斯蘭主義者有一個政黨 社會主義者有一個政黨 那不同的政黨 就不同在這個議會裡面 就不同的爭奪跟爭派 這種爭奪跟爭派 讓整個國家裡面 並沒有辦法真正的達到 真正統一的目標 好那怎麼辦 那當然這個蘇卡諾就是這一個 民主主義的領導者就說 好吧 那我們就必須要去做個改變 那做什麼改變 所以他在1957年的時候咧 就宣布要做議會民主時期的解散 然後咧 提出指導性的民主 然後咧 重新的回到總統制 讓他逐漸去轉權 他這樣的一個轉權 跟這樣一個掌權 就造成了 剛剛我們看到 投影片 在電影裡面看到的 為什麼1965年這一年 會重新變成屠殺的一個來源 好 所以啊 因為他在1957年的時候 重新把原來很紛亂的民主的制度 不同的政黨的內鬥 不同政黨的一個 等等之類的一個紛亂咧 到了這一年的時候咧 他說好吧 那我們國家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們應該是有民主主義的 也有宗教的 那應該也包含共產主義的 所以啊這個名 在當時啊就有個非常重要的口號 叫NASA共 那NASA就是NASA就是宗教的意思 那共產黨 他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方法 能夠讓所謂原來民主裡面 不可治理的這樣一個功能裡面 重新回到一個秩序 可是啊這容易嗎 可是這容易嗎 其實是不容易的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剛說過 為什麼之前要講到想像的共同體 因為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團體 它裡面想的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啊剛剛說過 因為經濟持續的惡化 加上咧 軍隊被印尼共產黨制衡了 當時的印共PKI 不斷不斷的分 不斷不斷的深化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咧 共產黨就利用三位一體而壯大 這個NASA共的壯大 那最後發生什麼事情咧 就是一個警衛營的第三營的營長 這一個人咧 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他咧就在一個 剛剛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一個場景 就是在拍攝那個電影的過程中 有一個人拿一個鱷魚出來 那個其實很非常重要的一個 symbol 為什麼咧 因為咧 就把幾個重要的印尼的大的將軍裡面 都殺掉 殺掉以後咧 有時候咧 怎麼辦 那蘇卡諾咧就很緊張 那剛 當時咧 陸軍的後備司令叫Suhato 他就出來說 好吧 那我要出來去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就推動了反政變 就把這個政變米平了 那Suhato在最後咧 就變成掌權 那所以咧 之後所有剛剛看到的這些青角 這些殺 去屠殺共產黨的事情咧 就是這樣展開 這件事情我剛剛說過 華人在這邊咧 是很尷尬 所以我剛剛說 當你去談印尼 你就會講到反華 排華 到底怎麼來的 我剛剛說最主要根源 最先開始 華人並沒有納入到 印尼的國家想像裡面 因為當時的華人兩個身份 第一個是做荷蘭人的broker 他不會去參加反殖民運動 第二個華人本身 可能對祖國還是有依戀 所以咧 在1965年的政變裡面 共產黨跟華人千年最大 因為他覺得華人可能是 共產黨都是無神論 那等一下有個國際因素也會提到 為什麼華人會被 那這個等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剛剛說有些地方裡面 比如說華人呢 還主張農村跟土地的改革 那很多爪哇人呢 看起來就非常憤慨 說 就剛剛講了個大亞人的歷史 華人來了 那共產黨來了 是不是就要去 躍躲我們的土地 那特別是像這些 民族主義的領導人 都是爪哇鄉村的貴族 那這些貴族說 那你華人來了 領導人來了 那要去震奪我們的土地 那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所以在1965年的反政變裡面 華人就被列為是共產黨 然後所有的華人就開始被屠殺 那有一些華人就跑回台灣 有些華人就跑到中國的上海去 其實那如果你要談到說 為什麼華人在當地會被殺 除了剛剛講的印尼的歷史原因之外 也有一些國際勢力存在 這國際勢力要講什麼呢 大家知道說在1955年 在印尼的萬榮搬動這個地方 如果連國際關係的話 都知道說 這樣子的一個會議是很重要的 那叫萬榮會議 那會叫做亞非會議 那到現在 如果你有去萬榮這個地方看的話 你還可以看到這一個的場景 那到1950年 因為蘇卡諾本來拿殺共 他本來就有一點酌情的角度 所以1950年的時候 就跟中華民國政府就斷交了 然後在1955年這一年 周恩來的總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 就參加了這一次的萬榮會議 那第一次登上國際的舞台 如果你去看清官野史的話 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在當時 台灣就是國民黨的國民政府 在當時 其實有去做一個暗殺 但是因為有三台飛機 那在香港加油起飛的時候 炸掉一台 本來以為說在那個時候 可以除掉中恩來 那他沒有辦法去上國際舞台 可是後來並沒有成功 所以中華人來就上了 那在這裡面 大家就剛剛說過 OK 就簽署一個條約 叫中印雙重國籍條約 那允許印尼人的華人有雙重國籍 那麻煩大了 人家講的是一個民族 一個語言一個國家 怎麼會讓你有華人 允許有雙重國籍呢 那當然更重要的事情 當初周恩來在某一個場合裡面 說過這句話說 東南亞那麼多華僑 中國有能力透過這些華僑 輸出共產主義 讓東南亞之間一鏡變色 大家覺得你不忠心了 結果你還要來我這個地方 輸出你的共產主義 我們叫做革命輸出論 這樣有加在一起的話 大家對華人的印象 跟對共產黨的印象就更差了 那當然那個屠殺就出現 那當然美國的角色很重要 因為大家說為什麼會 1965年會有政變 那蘇哈托為什麼可以掌權 那基本上跟美國的角色 也是很 也是 美國的暗中支持也是很幫忙的 好 接下來我們再去做一些反省 那反省是什麼呢 第一個 為什麼 為什麼軍人會政變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啊這並不是只有在亞洲 那在拉丁美洲裡面也會有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有個非常著名的人 叫順便Huntington 他裡面寫的一個叫第三波民主 那當然這個講的是1990年代 那所謂的第三波民主 那就代表說一定有第二波的民主 那其實第二波民主就代表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 這樣的民主化 那為什麼有民主的逆流 那其實我剛剛說過 這邊也講到了 其實在很多的殖民的國家 在反殖民之後 那就面對到所謂的 剛剛講的混亂 想像的碰撞 不一致的情況 所以必須要有 一個人出來 重新的把原來的民主體制的推翻 然後呢重新的 要去建構一個獨裁的文 就在電影裡面看到 有人覺得獨裁是好的 原因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有什麼例子 好 歷史等一下會有啊 那第二個咧 為什麼蘇哈托 沒辦法治理這個印尼的國家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政變跟屠殺 那剛剛講的 那顯然反 違反自己的搬插希臘的一個想法 那所以咧 蘇哈托 接掌權力之後咧 他就覺得 我應該要去推翻這個 所謂的舊秩序 我要建立一個新的秩序 所以剛剛裡面那個政黨 叫高卡爾 從業集團黨 他裡面就透過各種不同的小團體 透過所謂的國家的組合的主義 建立起一個統治的系統 利用這個統治的系統 去控制印尼的某一個部分 所以剛剛看 在電影裡面看到的 班查希臘的 Muda Permuda 那就是很明顯的是 被國家授予部分功能 維持社會穩定的一個團體 基本上這個東西 被認為是新秩序裡面 一個重要的來源 那當然 最後蘇哈托下台 也因為自己在 這樣一個濫用權力跟控制的結果 那最後造成金融風暴 然後再下台 那其實在當時 並不是只有印尼 在去談共產主義跟共產黨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說在菲律賓 他在菲律賓南部裡面 有所謂的新人民軍 馬來西亞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人 最近在曼谷 前一陣子在曼谷去世的陳平 他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新加坡 雖然李光耀號稱是 在後來的新加坡 看起來是很非常資本主義的 其實本來的人民行動黨 主要口號也是社會主義 泰國 在泰北 也有共產黨 那泰皇更 更緊張 那為什麼泰皇更緊張 因為共產黨的出現 會削弱泰皇的權力 所以 泰國也有 那越南胡志明成功 緬甸1962年 尼溫社會主義革命 也把原來的民主制度推翻掉 那柬埔寨 剛剛總編也提到 洪高棉 那當然在做更多的屠殺 所以其實在同時代 並不是在印尼 那其實在其他的國家裡面 都這樣 有的成功 有的失敗 那失敗的結果 就會遭受到大量屠殺 像洪高棉 像是泰國等等 那馬來西亞基本上 也不是那麼平靜 好 那所以剛剛說過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今天 你看到東南亞國家 你會說 為什麼很多的東南亞國家 是那麼的 威權統治呢 我們可以看到 馬來西亞 同樣的在1960年代 馬來西亞出現了513事件 那也是華人跟政府之間的衝突 那緬甸1962年政變 剛剛講尼溫革命 那新加坡1965年 新馬分離 那馬可寺戒嚴 南北越戰爭 柬埔寨內戰 那基本上都是在反映的 其實在殖民 後殖民的書籍 後殖民的書籍 他沒有辦法去治理 那所以 就會有新的 所謂的威權者出現 就把原來的殖民 後殖民時期的民主制度 推翻掉 那 因為這些事件 那才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好 那當然後續的影響 就變成什麼了 變成說 為了避免華人的經濟優勢 變成政治領域 那當然華人的國家 中等被質疑 所以後續印尼就出現 等到印尼開始有 任何的風吹草動 就會出現排華運動 這1998年很明顯的例子 那1965年 這基本上大家就認為說 其實是一個1965年 排華之後的一個延續 那當然在整個65年到98年過程中 包含了華人的政黨 華人的學校 華人的問題 還有全面的童話 基本上都是對華人下手 所以我剛說 有一個approach 在研究1965年的事件的時候 有人會從華人的角度去出發 那當然 最後我們要談到 轉席正義的問題 這個問題到底有沒有辦法解決 有沒有真正去做反省 第一個蘇哈托 他是筷子手 他是縱容這些團體去殺人的人 可是在今天為止 我在上個月的時候 我去了蘇哈托的墳墓 在solo 當地人還把蘇哈托 當成是神一樣 所以你看剛剛的那些鏡頭 你不意外 為什麼好像可以把所有東西合理化 因為在印尼的主流社會裡面 基本上討論這件事情 也不會有人去檢討蘇哈托 那為什麼 因為他有他的 就是印尼的很 還有一些部分的人 會相信他那樣子做 有他自己的一個道理 那當然我們剛說有兩部電影 除了剛剛這一部以外 還有另外一部 沈默之巷 有人去反省這件事情 那今年的4月的時候 總統的顧問委員會 來做說 我們是不是要去討論這件事情 市面上也有出 不是在書店拍的 也有出現這樣的書 但是我剛說過 場外的人是抗議 那這抗議的人 最多是伊斯蘭的團體 所以逼著在2016的6月1號 印尼的總統說 我們應該要重新提到 班查希拉的價值 我們要重新提班查希拉 那很明顯就是對 這些事情的一個回應 好 最後的結論說 那到底以現在目前來講 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還有沒有發展的空間 我們來看幾件事 第一個 我們最近談到Asian 都談到RECPTPP AEC 大家都談到經濟 都談到發展主義 很少去談到社會公平正義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那即使像越南 或者是柬埔寨 或者是遼國 號稱是社會主義 其實它也是 實質上也是資本主義 那在整個國家裡面 我們也很少看到 所謂有社會主義的政黨存在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 在東南亞所有的國家裡面 發展還是最重要 所以談公平 談社會正義 社會價值 雖然班查希拉口號裡面有 其實是還是沒有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件事情 我的結論是 我對印尼的看法是 我覺得在短期之內 這麼大的一個政治壓力 印尼要去重新 除了拍這樣的電影之外 印尼要重新去反省 剛剛我們看到那麼悲慘的事情 還有段時間 那對整個東協國家來講 你要說還去談社會主義 或者公安主義 我覺得在實際上 或在實務上面 其實是並沒有太多的機會 我的報告到此先告個段落 先謝謝大家 能夠在掌握時間的狀況下 然後把這麼複雜的 印尼跟東南亞情勢 跟我們大家講 那我想我開始就 我想大部分時間還在留給代教授講 那我還是先講一下這個電影 因為我想大家看的這個電影 一定那個衝擊非常大 如果是第一次看到的人 這個電影看起來很超現實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紀錄片 然後就說紀錄片的意思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事實的 只是說它的名字 它的中文名字翻成殺戮演藝 我們可以說它就是殺戮表演 就是它把當年的那個殺戮過程 把它再表演示出來 雖然是表演 可是我們震撼是一樣的 然後它這個導演非常有趣 這個導演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在 它是一個美國人 它2000年到印尼 其實是被請去拍一個工人 因為那個工人 他去印尼 就是一個大農場的工人 那那個他到那時候感覺就說 哇這好像那個美國南部 當時或拉丁美洲那些大莊園 就是殖民者還在的那種大莊園 然後顧請那個勞工 那個他用那個殺蟲劑傷害到那個勞工 所以工會請他去拍這個紀錄片 結果呢 他要拍紀錄片的時候就出現 有人出來恐嚇他們 恐嚇的人就是剛才我們電影 一直出現那個五屆 五屆團青年團 就是那個代老師 潘加西拉團 就是比較正確的翻譯就是這個團 所以到2000年的時候 那些到後來那個片呢 就有一點拍不下去 然後呢那些 他覺得那個那個 那些工人呢 就提供給這個導演一些其他資料 說我們這裡曾經發生過其他的事情 其他事情就是當年那些事 就是他 而且我們有認識他在介紹他認識的人 所以那個導演才發現說 喔原來他們害怕的不是那個 有毒物質他們害怕的 他們最害怕的就是恐懼 所以這恐懼是無所不在 然後他就有人就幫他介紹 這群工人幫他介紹那個 當年的一個受害者的受害者 那這個受害者後來 就拍了第二部電影就是沉默之相 但是為什麼 是我們先看到的是殺戮演繹 而不是沉默之相呢 因為這個 當時他要拍這些受害者的時候 受害者都受到威脅 不敢出來 所以他就 受害者就建議他說 那你就先去拍第一部 因為加害者呢 就是說這個電影最特別的地方 全世界沒有一個 就是這種 反省過去的電影加害者是 願意出來先生說法的 因為我們最辛苦的 就說我們要抓到加害者的證據 你知道 是太困難了 全世界都是這樣 但這個加害者 要是我是那個 這個國家我要 我要檢察官 我要追求過去 要轉型正義的話 這加害者對我來講 真的太方便了 就是說他自己來承認他的罪行 而且要沾沾自喜 這個是全世界 絕無僅有的 然後我剛才看那個片子呢 就是說我們剛才看 大家都在笑 就說比如說 他完全是違反我們的價值觀的 比如說 他的那個記者 他那個總編輯 可能是總編輯吧 就說沒關係 他講什麼都不重要 我們會改啊 資料會改 而且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不是他講什麼 重點是我們要讓大家恨共產黨 那比如說你可以看到裡面那個省長 省長就是跟 他那個北新門大省長 就是跟這些黑道團體呢 掛鉤 然後就是覺得公然的掛鉤這樣子 然後就說我們是互相合作的 那比如說 要選舉的人就說 選舉就是要卡油啊 然後卡油就 那那個 他拍到的那個選民就說 你有沒有拿紅利來 然後比如說副總統去演講是公開講說 我們當年是殺了250萬人啊 要見面他們 讓我們這個國家安定 就說這個電影讓我覺得很意外 就說他基本上跟我們 他表現很多讓 違反我們價值觀的東西 那我第一個非常單純的 一個讀者的 一個觀眾的好奇就說 我想請問第一個 想請問戴老師就說 這樣的價值 現在在印尼是一個主流價值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說 好 我們不要講轉型爭議 可是他如果都沒有處理的話 這個國家有可能說 你從來沒處理 那你沒處理就像我講的那樣 到2000年的時候 還會有那種 呃 班塔西亞那個團出來 就說 欸你工人要爭取一半的權益都不可能欸 就說他並不是 他影響的不是你政治而已 就說 你這個國家就會一直受害下去 你可能 你的大商人 你永遠可以利用這些 這些流氓 來恐嚇民眾 所以傷害的並不是只有華人 傷害也是 也是印尼人 所以我想大概我就 先問那個 戴教授兩個問題這樣子 好 先謝謝那個總編輯喔 這有幾個 有幾個角度可以回答喔 第一個回答是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這部電影拍的 剛剛說拍攝的地點在哪邊 綿蘭為什麼不是Jakarta 為什麼不是在Jakarta拍的 因為理論上 你要拍一個電影 或拍一個這樣一個事件的話 應該是在首都那裡面 那其實反過來這樣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 當然如果大家去Jakarta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Jakarta 那個現代性跟現代化的程度 是非常高的喔 那我相信在Jakarta的人 大概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言論存在 所以他選擇在綿蘭是有他的道理 因為在那邊的人 可能在所謂接受到所謂反省 民主化這樣一個西方的一種思想之下 可能綿蘭比起Jakarta 並還沒有辦法進化到那個地步喔 第二個部分 應該剛剛沒有講得非常清楚喔 所以這個道理說 這個青年團在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就回到回來 我要多講一下 像高卡爾這個組織喔 高卡爾這個組織就是在1965年政變之後 蘇哈托當了總統 他就是把所有的國內的團體裡面 做一個好好的整頓 這整頓什麼呢 把民主派人士 就變成民主奮鬥黨 就是後來的梅卡瓦里那個政黨 另外一個呢 就把它變成是伊斯蘭黨 那回教PPP 團結建設黨 那回教的人都去這個黨 但他自己的黨呢 就叫高卡爾 那我剛剛說過 他剛剛翻的其實非常不好 因為你不知道 如果你是翻什麼工商建設 什麼那個 你聽不懂那個意思喔 那高卡爾這個政黨就是 從軍隊 總統 軍隊 社會 一整個體系的控制 那我們剛剛說過 政治學裡面講 這個東西叫做 國家統合主義的一個政黨 所以他設立了非常多的組織 那這個組織裡面 就給這些人一些特權 那用這個特權可以去執行一些 可能沒有辦法去做的 政府沒有辦法去做的一個事情 那如果你在更去深刻的去 了解一個事情 就是印尼的軍隊齁 那我們說在研究印尼的軍隊 這件事情裡面 在特別在新秩序時期裡面 他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Dual Function 就是雙元功能 因為其實印尼沒有外武 就沒有外敵 他沒有什麼 就從跟馬來西亞對抗之後 從1965年開始 沒有所謂的外敵 那軍隊的角色是什麼 維持國內的統合跟秩序 所以軍隊的角色很強 然後再賦予這些所謂 班差希臘青年團 這樣的一個組織裡面 更多的一個意志 所以就很深深的控制的 影響到整個印尼的一個社會 就會我剛剛說 為什麼我在今年的時候 我即使已經過了那麼久 印尼已經是民主 大家不要小看印尼齁 如果你去看那個自由之家 那去評論 到底東南亞國家哪個國家的 民主化程度最高 我告訴你是印尼齁 好 那可是咧 即使被認為是民主化程度 東南亞國家裡面 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但是這種所謂 過去新秩序時代的一個影響 到現在還存在 所以大家有沒有去恨蘇哈托 你看他學習了那麼多人 貪污那麼多 看那個時代雜誌 把他變成是公認的蘇哈托公司 把印尼變成蘇哈托公司 這樣剛剛照片有談到 這樣的角色 但是在爪哇的鄉下 Solo這個地方 大家還是尊敬他 我要去他的墓 不是隨便可以看的 還是經過非常多的高官說 要申請批准等等之類 才帶著我去看他的墳墓 我想說哇已經民主化了 為什麼那麼 他們底下的人 還對他非常的景仰 所以我覺得在這30年新秩序的時間 高卡爾對於社會的控制的滲透的程度 非常的大 所以到今天為止還有非常多的 可能爪哇以外 或者是四水以外的地方 大家會對於這種所謂的獨裁者 對於當初他的穩定的秩序 這個東西是有懷念的 那我當然會相信在未來 當這一批人不在了 然後當更新的團體出現 那會去重新反省這件事 只是怕那個時候 所有的相關的史料已經不在 我在想說今天因為這個其實大家 第一個這個大家對這個主題 相對比較陌生 但是他又這麼複雜 我相信應該有很多人 會想要請教那個戴老師 所以我想接下來的時間 還是讓大家來問問題 戴老師你好 我是天下獨立評論的廖雲章 那我剛剛很謝謝老師的分析跟介紹 我覺得印尼這個地方 真的非常複雜 那我今年在二月底的時候 我剛好也去了一趟印尼 那去了雅加達跟日耳 就像您所說 就的確日耳的人 覺得他們不是 他們想跟雅加達的人 不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是爪哇人 他們甚至告訴我說 我們這裡是有階級制度的 我們在說話 我們在族群 就是有很多的那個複雜性 是跟那邊不同 但是有趣的是 就是就像您剛剛提到 就是我在雅加達 其實遇到了一個 一個左派的書展跟影展的活動 結果那個活動 它居然在發生的當天晚上 就是臨時被軍方警察這邊取消 那等我回來之後 其實就陸續追蹤這個事情 後來發現在五月的時候 他們在雅加達當地 就有二十多場 類似這樣子的藝文活動 他只要被懷疑說 你這可能是跟民族跟共產有一點點關係 甚至社會主義有一點關係 他就被取消 那這個部分 甚至有很多極端的伊斯蘭的團體 也慢慢開始興起 對所以我覺得這有點想要回應 就是為什麼最近好像這個情勢 又開始變得特別緊張 特別是對這個所謂共產主義的這樣的議題 謝謝 好其實答案很簡單 因為在過去的時候 印尼的總統大部分都是跟軍方 或是跟民族主義者有關係 但大家知道說最近 不是在最近 兩年前 印尼選了一個新的總統 叫做那個 他本身是商人出身 所以他對於這種 其實這些左派的人士 我覺得他是有點試探 因為以前在軍方主導所有的 即使他已經民主化 但都像班班 Diono他本身都還是軍人出身 那個特種部隊的司令等等之類 那問題他基本上不敢談 基本上我覺得現在印尼的民間社會裡面 想去做一些測試 測試說 如果換了一個純文人商人出身的總統 這樣的議題 到底可不可以去談這件事情 那可是我剛剛說過 如果是按照最新的 他重新又把6月1號被定為說 這是一個班查西拉Day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大的回應了 為什麼代表說可能之前的這些的 說縱容也不對 就是這些的試探性的開放 其實他還是要面對很多的一個社會的壓力 所以沒有辦法去做進行 我另外還覺得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是另外一件事在演講裡面沒有提到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對印尼政治關心的話 知道說現在的總統 Jokowi本身原來是Jakarta的省長出身 他的副手 他的副手原來是在叫做邦嘎的一個地方的一個縣長 這個人是一個華人叫中萬邪 那他準備呢最近呢因為他 因為總統去做 州長去做總統了 所以他是副州長就繼任為州長 那現在他下一個要去選 未來的Jakarta的州長 但是是選的喔 因為原來是繼承嘛現在是選 就引起非常大的爭議喔 剛剛說過印尼台華 然後印尼華人在政治上被打壓 但經濟上可能還有一點點可以容許 但政治上都被打壓 所以耶中萬邪這個人叫Aho 有沒有辦法變成是第一位民選的州長 會變認為說是印尼有沒有辦法去接受 所謂的華人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當他說出來要選州長的時候 也非常多的伊斯蘭團體反對 所以在印尼這本身的政治裡面 剛剛說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現在經濟 華人能不能當上大位 其實我要看2017年這個Aho 這個華人的州長華人的省長有沒有辦法當選 如果有辦法當選的話 大概可能大家會對過去的98年的 或者是1965年的反華的陰影會減少 可是如果還是被這些所謂的伊斯蘭團體反對 然後被甚至可能有一些新的暴力出現的話 我覺得雖然剛剛說印尼好像在很多的國際評比裡面 已經民主化 但是在有一些深層的東西裡面並沒有那麼容易 您好 我是蕭麗虹指揮工作室 我以文化工作者去過印尼好幾次 每一次去看到那個以前的女生不會抱頭 現在每一次去都看到越來越多 那伊斯蘭教的影響力到小孩子 女孩子都抱頭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最近在跟他們談的 我發現有包括文化 有人都覺得Jakarta 好像你看Jakarta這一邊 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然後大家都說 他是萬隆或是Georgia那邊 他是歷史上面 他們兩邊好像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勢力到現在都還沒有很擺平 我就不得理解這兩個問題 好 謝謝 你知道我2002年那個時候去讀書的時候 Jakarta包頭巾的不是那麼多 那可是最近這一陣子 Jakarta包頭巾特別多 然後其實更多的地方 可能就是你剛剛講的 在Jokia Jokia大概我想大概百分之八十的 八九十的女生都是包頭巾的 因為Jokia就是剛剛我們提到一個東西 叫做Mohammadiah 回教兄弟會的大本營 那個地方其實對伊斯蘭的信仰的程度 是很是更高的 那在市水Sharabaya的那個Nauduah 就是那個另外一個伊斯蘭團體也是很強 所以這簡單來說的話其實真的 在印尼 其實我們現在在談東南亞 說我們要去南靜啊等等之類 我們似乎都把東南亞看成一整體 那其實完全錯了 因為東南亞太複雜了 你不要說東南亞很複雜 光印尼就很複雜 你看我剛剛說過有亞齊的人 綿蘭的人 有巴布亞的人 那其實也不是印尼複雜 Java就複雜了 因為剛剛講到那個萬龍 萬龍那邊那是Sundanis 他不是爪哇人喔 然後順他人 那可是在Jakarta咧 大部分都是巴達威人 就是巴達威人 可是在Joja咧 就是歐人Java 就是爪哇人 他們後面其實語言都不一樣喔 所以其實一個印尼人會講 四五種不同的語言 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喔 那所以本來對沒錯 非常非常的複雜 然後所以也變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不能去看印尼的時候 我們大概過去的時間 都是用Jakarta的角度去看整個印尼 那其實這是完全不一樣 當然更不好的事情是 你也不能說 用巴厘島的角度去看印尼 說因為巴厘島太美好了 所以大概印尼是那樣子 那其實也不是喔 每個地方的文化是不一樣的 那就複雜 但我覺得回到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最近印尼 開始包頭巾得多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另外一個可能是 他們的自信心增強 因為印尼最近的那個經濟 變得比較好了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新聞 跟台灣有關係的新聞喔 在2016年年底 今年年底的時候咧 印尼的政府已經宣布了喔 他有些國家像台灣 他就已經不允許移工 能夠到台灣去工作了喔 那要禁止了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們經濟好了 就應該回到那邊去 所以因為自信心增強了 所以我們對他們的國家的信念 民主主義的經驗 宗教的自信開始變強了 所以他們覺得要這個東西 變成是印尼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那其實不只是這個喔 你可以在路上看到 就是印尼傳統國服的人耶 也增加了 我覺得都是因為經濟變好以後 印尼的民族自信變強 所以其實如果回到經濟政策來講的話 不要我自己都這麼認為 不要認為印尼的經濟 會怎麼逐漸走向開放 那是相反的 當印尼經濟不好的時候 它會走向開放 1980年代 可是當印尼經濟不好的時候 印尼經濟變好的時候 它會走回民族主義 因為我們在歷史上可以看得到 其實印尼是一個非常經濟民族主義的國家 那我覺得像比如說最近 你可以看到幾個新聞 縮減外勞的配額 然後開始有些礦產等等之類的 要重新的在國有化 那其實基本上都是回應的 原來剛剛講的 當他覺得自己強盛的時候 其實印尼那種民族的自信心 跟民族主義的這樣一個角度 是越來越強 那我覺得反映在宗教 衣服跟語言 都可以明顯的看得到這個現象 老師你好 我是大學的在學學生二年級 我叫江明彥 然後我有兩個小問題想要請問老師 第一個問題是 揭旭剛才問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才有講到 華人可能大概分兩類 一類是買辦階層 一類是還想要回到中國 貢獻祖國這樣 然後我想要請問 那當代的華人 在政治領域上面 有沒有認同邊遷的現象 比如說他們的投票行為 是會投給同一個族群 華人族群 還是說其他可以辨別的方式 或是說新生代的華人 對於印尼認同的情況是怎樣 那第二個問題是 我想要知道的是 老師你剛才有提到說 你認為未來可能有一個樂觀的可能是 像檢討這一段歷史 1965年這段歷史的機會會發生 或者是說他是轉型正義好了 那我想知道的是 你這個推測是基於什麼 重要的物質基礎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台灣如果要談轉型正義的話 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可能來自於族群意識上面 在檢討這個問題 那在印尼呢 或是說他當時被迫害的那些 所謂的共產黨人 雖然可能是政治標籤 那主要是什麼 經濟階級或者是什麼族群 那現在回來做轉型正義 最重要的那個物質基礎在哪裡 謝謝 好 非常好的問題喔 第一個問題我們談一下印尼的華人 那我剛剛提到說買辦階級 或對國家不認同 那是在20年代 或者在50年代以後 因為周恩來允許了雙重國籍 所以我可以同時認同印尼 我也可以認同中國 那當然那個時候就出現價值的混亂 那當這個國籍的法被廢止之後 我不覺得當代的印尼的華人 還有所謂的國家認同的問題 如果你純粹去訪問這些所謂的印尼的華人 他們基本上都已經我們講的沒有人再回去 沒有人會想要去落葉生根了 所以我也不覺得說在未來裡面 我們用華僑這個字去形容所謂的東南的華人 因為僑的意思就代表說 他好像要重新要回到中國 或回到其他地方去一樣 大概我覺得比較好的名詞是華人 所以印尼華人 那其實他們對國家認同 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 所以他們願意去參政 願意有更多的投資 然後願意以印尼人為榮 我覺得大概在當代的印尼人 這一代的印尼人來說應該大概沒有問題 只不過因為最近的中國的興起 所以很多的印尼的華人 在過去被禁止使用中文 禁止使用中文的名字之後 他們現在開始重新的說 我要開始學中文 我也現在開始要學 改由中文的名字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動作 是經濟上的動機 或者是文化上的追溯 但是跟國家認同並沒有關係 第二個反過來講的話 就是其實你會 如果你到Jakarta的一些大學 你會發現其實 在這個Jakarta的大學裡面 我自己本身在做國際交流 其實去西方國家念書的越來越多 去日本也好 去普通國家也好 其實我覺得像西方的 這種所謂民主的思想 或者是所謂的反思 加上現在新總統的開放 我覺得這個 這個的步調會越來越多 會越來越快 所以我剛剛說 有人試探性的 要去重新去看這樣的問題 只不過因為這些人都還在 比如說剛剛講的 像蘇哈托他家族的 在整個爪哇的影響力還在 所以短期之內 如果這些人 像或者是剛剛這個殺手都還存在 短期之內 這問題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容易解決 但是其實 在整體的印尼社會是走向 在政治上 或在檢討這種歷史事件上 我覺得是走向開放 這個每個國家 常有一些悲劇的發生 那台灣當然也有 曾經有惡霸事件 有白色恐怖 德國有納稅這個殺猶太人 可是在若干年後 這個反省的聲音就會出現 但是印尼感覺上就是 這個聲音怎麼這麼樣子的微弱 那那個關鍵的因素 會影響到一個社會 這個反省的力量的強弱 那個原因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謝謝 就我剛剛提到說 原來的那個30年之前 高卡爾黨裡面 各種不同的組織團體 滲透到印尼 印尼的每個鄉村社會裡面 基本上是滲透的太深 所以那加上印尼有個傳統 比如說像梅加瓦帝當總統的時候 他們就講說 我們應該要 我們應該要做的是 溝通協商 基本上在印尼社會裡面 大概我自己的感覺 雖然說看起來說 殺人啊等等之類的 但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那種 所謂的 我一定要在政治上面 把你去清算啊等等之類的 你看連蘇哈托本身都 貪污了那麼多 然後污了國家那麼多錢 然後還上了國際的媒體 但是他最後也沒有 受到任何的處罰 那就是安詳的過世 然後死後之後還被 這樣子一個崇敬的後葬 然後在一個整個山頭裡面 都是他的墓園這樣子 那我想如果在台灣 或其他地方裡面 有像這樣的人 基本上機會已經不是很多 大家一定會覺得 要去攻擊啊 把銅像拉倒啊等等之類 我在印尼裡面就沒有 我就沒有看到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還是尊重那個原來 傳統的一個爪哇的文化 我想可能就跟 跟每個國家裡面 後面的一個文化的價值 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蘇哈托的太太 叫做伊布天 她是一個爪哇 非常傳統的一個重要的貴族 那所以基本上 到現在為止 我不覺得短期之內 即使蘇哈托應該 2008年過世 到現在為止 大概沒有人去清算的話 說她到底是不是 筷子手還是什麼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跟整個印尼的文化 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我就剛才提到說 在短期之內 如果這些人 或者是她的影響力 都還在的話 短期之內不會 馬上的去檢討這件事 但會逐漸開放 因為我說過 因為越來越多的 知識分子回來了 然後大家去面對到這個事情 然後軍隊的角色 逐漸彈出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應該會 有更好的機會這樣 我也是大學在學生 然後我想問的就是說 像是說華人他 在很多地方都受到歧視的 概念的存在 那是不是說 因為華人本來就 受到儒教文化的影響 強調賺賺錢 過一輩子就好了 然後導致華人 在很多訴求上面的冷漠 以及華人不會有那麼 大想說 那是我爸爸他們的事情 然後我現在就 安穩地賺我的錢就好 是不是華人這種心態 也會導致那個印尼的 對於這個反華事件的 反省的問題 就是因為抗爭的主體 沒有出來 然後就是華人不會一直 經常去 這個事情 然後導致說 印尼他們方面 就會覺得說 這樣也是OK的 然後另外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共產主義嘛 然後我想說的是 是否因為 由於共產主義 跟集權的結合之後 導致共產主義 被污名化的概念 存 廣泛地存在於世界之上 那麼其實世界上是 很需要一個 左派的力量 但是一直在 自由世界被污名化之後 真正的左派力量出不來 那樣的話 對整個世界的發展也是不好的 想說是否大家 用什麼方式能夠翻轉 大家對於 共產主義的污名化的概念 然後因為 像是美國現在大選 那Burning 他也是 有那個 想說讓美國的 左派的力量 重新興起 想問一下 教授對於這個事情 是如何看待的 謝謝 OK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在我們一般的社會裡面 我們談到左派 右派 看起來是個 比較簡單的事情 我記得那個時候 那個歐陽還找我的時候 我跟他說 在印尼如果要談 左派 右派 不是那麼單純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伊斯蘭 在印尼你無法去避免 跟碰觸這樣的問題 可是你一碰到 共產主義這件事情的話 又跟伊斯蘭的 所謂的宗教力量 這樣結合的話 那就變得很複雜 跟很可怕了 所以不是在印尼 我覺得在短期之內 共產主義這件事情 在印尼是完全 不太可能發生的 特別是剛剛說過 包頭巾的越來越強 大家對於 宗教的信仰越來越強烈 這樣的一個觀念之下 能夠要去推翻 要把印尼人說 我要給他一點 我沒有去刻意強調說 因為印尼的人 信了伊斯蘭以後 所有的共產主義 應該都是無神論 但是你在印尼去碰到 這個問題的話 你碰到伊斯蘭的話 很多問題就很難解決 就剛剛講的華人 也是很難解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華人到了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子 1965年到1998年這一年 因為剛剛講的政治事件 所以華人是不敢碰政治 其實1965年之前 是有華人的政黨 華人也覺得 我開始要從原來的落葉歸根 去參與一些政治 可是當1965年這件事 那麼恐怖的事情發生之後 華人不敢動了 可是在印尼還是要發展經濟 所以在蘇哈托政權 蘇哈托政權分得很清楚 華人你可以做 但是你就去碰經濟 所以我在經濟上面 跟華人跟政府去合作 給他一些特權 所以你在今天 你看到印尼裡面 前十大財團裡面 華人的財團 還占了非常多的部分 在經濟上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可是在政治上面 你就完全不能碰 所以大概是 這樣的一個結構就決定了 所以剛剛說過 今天我剛剛有提到說 為什麼阿厚這個人 去選了亞加達的省長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這被視為是 華人是否能夠 重新參政的一個指標 那所以你說 到底是不是有被壓抑啊等等 這倒沒那麼嚴重 那只是因為 歷史的因素 跟國家的限制 在那段時間裡面 華人是不能碰任何政治的 因為一碰到政治 大家都會想到 1965年這件事情 其實這是對華人來說 是個很大的陰影 那你看不是只有1965年 1998年剛剛的照片裡面 看到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 也出現了所謂的 反華的暴動 而且是各地都出現 剛剛這邊的棉蘭 Jakarta 這邊都有所謂的反華暴動 那反正一有任何的事情的話 華人都變成是一種 帶罪羔羊的角色 所以這個大概是變成是 在印尼華人裡面 很難去避免的宿命 其實不只是在印尼啊 如果大家去對馬來西亞 政治有了解的話 你也知道其實馬來西亞的華人被 在政治上面被打壓的情況是特別嚴重 只要任何的華人提出任何的口號 在馬來西亞 那只要提出說 你華人有任何的主張 跟雖然有華人的政黨 但是你提出這樣的口號的時候 馬上就會用種族主義的那個角度去壓下去 那什麼事情都不能談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在整個海外華人 這是在東南亞華人參政裡面唯一的宿命 唯一沒有問題的只有在泰國 因為泰國歷任的總理裡面 有非常多也都是華人出身的 那個華人跟泰國人 在當地的泰國人融合的比較好 所以在泰國華人參政沒有問題 那在其他的國家裡面都會有很多問題 Pancasila他有 你提到他信仰真神的其中這一點 他體現在一個現實上面叫做 在身份證上面有一個信仰藍這樣子嗎 然後剛剛電影裡面有提到就是 在國家統一方面有一個五教戒律團 或者是Pancasila青年團 他們剛剛在影片中有一個宣講是這樣講的 是說誰擾亂我們的國家 他就要給他好看 那他背後所謂的擾亂國家 他背後指涉的東西是什麼 是政治上還是社會上還是經濟上的擾亂 然後再來是因為Pancasila 他你剛剛有提到他也是來自所謂神中山 他提的 那他後面的人道主義人民主權 社會正義與繁榮等等 其實是很左派的思想 那他怎麼會在這個宣稱裡面被伊斯蘭主義 把他趨向為就是被伊斯蘭主義反對 這一點 那因為如果他被伊斯蘭主義反對 那他為什麼還可以成為就是所謂建國的基礎 這一點上面 對 好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喔 基本上在印尼建國的時候就非常大的爭辯 爭辯什麼 到底印尼該不該變成是一個伊斯蘭國 我剛剛說過伊斯蘭國跟穆斯林國不是不一樣的 穆斯林國的意思是說 這個國家裡面是應該穆斯林為多數 但伊斯蘭國的意思是說 這個國家裡面應該要信仰伊斯蘭律法 其實這兩派人爭辯了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才會有班查西亞的出現 最後的結果他們認為說 好 印尼應該有建國 他應該要有一個信仰 但這個信仰不應該限定任何一個宗教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班查西亞裡面 包山包海有社會正義有國家主權啊等等之類的 他不信仰任何 你一定要有信仰 我記得那時候我去印尼的時候 我第一個禮拜我就被震撼教育了 我去的時候我的同學問我說 欸 戴 你禮拜六禮拜天要去哪裡 我說沒有啊 就在家裡面啊 他說你不用去教堂嗎 我說因為我沒有什麼宗教信仰 他把他們瞪大眼睛看著我 蛤 你沒有宗教信仰 那你是不是共產黨 是他們的觀念裡面 都是有這樣的一個觀念在裡面 他覺得沒有信仰覺得是很難 所以你去看你的印尼的朋友 不論是伊斯蘭的也好 或者是回教徒也好 或者是基督徒也好 他們去教堂這件事 或去拜拜這件事情 或去祷告這件事 對他們的生活來說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個One Guard 不見得是哪一個神 但是你要有宗教信仰 這件事情是一件 呃 是一件是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事情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對不起我剛剛忘記 第一個題目是 安卡斯拉作為一個印尼的建國基礎 代表說他裡面五條 所謂戒律是可以被接受的 或是被這個所謂民族給接受 那人道主義人民主權 甚至是社會正義與繁榮等等 他是屬於很左派的思想 不要說他是共產主義 他甚至是社會主義的 就是偏左不要極左 對 那為什麼這樣的偏左的色彩 他既然是建國的基礎 卻會被這樣子反對 然後 而且像我想要跟進一部分就是說 信仰真神The God 他體現在一個身份證上面 有一個實際的運作 然後國家統一 像剛剛那個班查希臘界律團 那這後面這三個 人道主義人民主權 社會正義與繁榮 他體現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安排上面 好 隨便講一個社會正義好了 我剛剛說過 如果你要去研究印尼的經濟 你不能只看現在的產業政策 或經濟政策 那你要去回頭看那是什麼 所謂的社會正義的意思是說 比如隨便講一個好了 印尼所有的天然資源 都應該收為國有 而不能由民間自由競爭 這就是體現到實際的一個政策上面 所以當你一看印尼的石油 印尼的礦產等等之類的 為什麼印尼的石油公司 沒有所謂的民營化的問題 你回去看這一條 因為憲法裡面去規定 其實印尼的石油公司 曾經有一段民營化 但後來被宣告違憲 為什麼咧 因為違反了潘塔希拉的一個原則 因為他說 為了實現社會的正義 所有的國家的資源 應該由國家去統一來分配 這很明顯就是屬於 左派的一個想法 當然你說左派也可以 我的解讀就是 這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的一個想法 就是國家去掌控所有的經濟的想法 所以你很難說到底什麼樣的 比如說我們講三民主義 你說民主民生民權 到底怎麼樣體現到 台灣所有的社會裡面 其實很難去定義 但是在整個根基上面來講的話 我承認印尼的所謂的 國家主義的這樣一個想法 或者說所謂 國家來分配資源的想法 是很重要 因為我想起來你剛剛問的是那個 剛剛說我要對 我要摧毀 我要對抗一切的摧毀國家的基礎 那是什麼 你不要忘記我剛剛講的 周恩來的革命輸出論 所以這句話 說因為東南亞很多的華人 所以我在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革命輸出 這樣的一個論點 如果你去Google一下 他發現大家把這句話罵死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東南亞所有這些反華 或者是對華人不友善的 都是因為你們革命輸出論 因為我覺得他們說 要把共產主義輸出 因為很多華人 我要把共產主義輸出到 其他的東南亞國家 是很容易的事情 這完全就嚇到了這些東南亞原來的住 原來的住民 那當然他就覺得說 你這個就是外來的 要破壞我們國家的穩定 我們當然要去給你去做一些 crash 對抗共產主義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 大概有這樣的因素 所以其實不要忽略了 那個後面剛剛講的 國際的因素 但美國的因素很重要 因為蘇哈托之所以能夠政變成功 一定也有得到美國在後面的支持 因為有非常多的證據 也顯示了印尼很多的判斷 當時在NASA共時期有很多的叛亂運動 其實是美軍在後面有去供應給這些叛亂團體武器 因為周恩來講那句話 變得好像是華人的那個罪狀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 因為也有學者在研究他這段歷史 認為說 因為有學者說 其實這一次1965的事件的原因 不是什麼族群也不是什麼信仰 其實就是政治鬥爭 那所以說 那共產主義當然就是最好的一個 反共就是最好的一個 那個時候是冷戰時期 我們回想我們台灣的白色恐怖 就是說它印尼跟台灣當然很不像 但是有一點類似 就是說台灣的那個白色恐怖年代呢 當然有一些真的是地下黨 那地下黨 那你有沒有需要說這麼殘酷 一定要馬上判死刑 沒有再經過正常判死刑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事實上 很多人是冤枉的 冤錯假案 那我比較覺得特別 那台灣這一段時間 我們就是很認 就是花了很多時間 就是在白色恐怖這段時間 在追查當時是什麼回事 那對台灣當然是 我相信對台灣是好的 對對對 但是我比較特別就是說 因為剛剛這樣聽起來好像是說 嗯聽大老師這樣說法好像是 欸 周恩來那句好像變成一個 一個罪狀這樣子 那就是大家就很相信就是這樣子 那沒有去懷疑說背後其實是 它其實是一種政治 就是政治鬥爭的一個手段 就這一點我覺得比較 就是說在印尼都沒有這種聲音 我覺得比較特別 最先我開始接觸到印尼政治的時候 講到1965年 我心裡面想的就是排華 可是當後面來講 我發現其實伊斯蘭也在裡面做事 那在後面來講的話 其實也跟納莎共有關係 其實是一個多不同的因素 跟剛剛講的社會主義的跟民主主義的跟伊斯蘭 三個不同勢力之間的鬥爭也有關係 所以基本上 我就最近我就比較能接受說 原來不是排華這件事情 其實就您剛剛講的 其實後面有非常多複雜的政治鬥爭的因素在裡面 這當然是對的 那當然美國還有國外的支持 因為美國當時需要一個反共的聯盟 他覺得如果納莎共再繼續下去的話 印尼變成是一個共產國家的話 那整個美國在整個東南亞體系就毀了 所以他加上那個時候又是越戰時期 所以他必須要去用一些手段 逼迫印尼能夠不要親共 不要去往共產主義走 那才能穩定整個在東南亞的秩序 這當然也就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才會有1969年的東協成立嘛 對不對 也就是因為反共的團體這樣子來的 所以這後面其實有一些是國際脈絡在裡面 裡面運作的 所以我剛剛說要討論這個事情 後面不是那麼簡單 非常非常複雜的因素在存在裡面 然後我想請問就是你剛剛說那個 因為當時就是1965年那個屠殺說 美國是在暗中有提供黑名單 就是要他們去絞共 然後就是那當時美國反共就是他 因為他有一個就是反共的體系 所以他其實不管你的是不是人道的做法 就是但是現在就是 就是就屠殺這件事情屠殺之後 然後現在您說那個印尼現在經濟也變強了 那這樣的話他還是會就是 就經濟變強的話是不是 因為他還是受到美國現在 因為民主他 美國會要求他們就是要人性化 那就是要比較符合人權之類的 那那這樣就是他就是他之後 就是在譬如說南海的問題上面 他還是會就是美國 他還是會支持美國嗎 因為他經濟變強的時候 他會不會很強調 因為他之前是受到美國的支持 那現在情況變了就是他 會不會就是因為經濟自己經濟變強了之後 他想要發展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 所以他可能就跟美國之間的關係就變得 就不是就不是像之前一樣那麼緊密嗎 哇我覺得好難喔 原來從歷史上今天要討論到南海議題 哇好長 那基本上我不覺得喔 因為基本上從以前到現在 從1906年到現在我覺得 在整個東南亞局勢的局勢裡面 印印尼是比較親美的這沒有錯 但我剛剛說南海議題裡面看就 就會另外變成一種選擇嗎 到底親美還是親中嗎 對其實你要問的是這樣 他到底是親美還是親中 所以這也就是解釋為什麼最近印尼要千方百計 中國要千方百計 不切一切代價到做在印尼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印尼其實想要建一條高鐵 從Jakarta到班東已經想了好久了 但一直沒有成功嘛 所以本來跟日本人談好了 可是最近咧 中國一帶一路的這個經費 一進去之後咧 賠錢的借錢給他們了 但是他一定要把它拿下來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在東協國家裡面 要獲得印尼的支持 那為什麼 因為以前印尼過去到現在 基本上是走比較親美的路線 所以這就解釋說為什麼中國要透過 一帶一路這種東西去切入到印尼裡面 但是現在你說會不會獨立於美國之外 我不覺得明顯的 但是我覺得在外交政策裡面 比較起來的話 印尼還是比較親美 但美國也需要印尼的支持 為什麼 因為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的國家 那如果能夠得到印尼的支持的話 在整個美國的伊斯蘭政策跟穆斯林政策裡面 是比較立得住腳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美國一直跟這邊走得很近 但我覺得中國現在透過 其實我覺得也蠻可怕的 因為我在印尼 我不是只有去賈卡拉島 我去非常多鄉 非常鄉下的地方 有一次我去了 加里曼丹島的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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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Katapang 這個大概聽都沒有聽過的地方 我在那邊 因為有個朋友在那個地方 我在那邊喝咖啡的時候 旁邊進來有人跟我講中文 那為什麼我嚇一跳 原來是中國的那個 什麼海洋建設集團 在幫那邊 在這個這樣一個小地方去建港口 我說哇塞 那糟了 整個中國在 透過剛剛說過 一帶一路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整個 東協的一個佈局 是很深的 因為在那麼小的港口 都可以看到 中國的國營企業在這邊 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剛剛說 那高鐵就更明顯 但整體上的外交政策來講的話 我覺得印尼還是比較親美 到底是哪一個組織認為說 印尼國家的在地資源 是要大家共享 因為就我所知 如果亞齊他之前有跟 印尼亞加達政府有起了幾次的衝突 那其中有個原因就是 因為石油分配的問題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如果是伊斯蘭組織的話 那同樣是伊斯蘭信仰非常深厚的 亞齊居民 那他們為什麼又會在這個議題上 有一個不一樣的聲音 我想問問題是這個 不是哪一個組織是印尼憲法 但因為我現在沒有 因為印尼憲法的條文 印尼憲法的某一個條文 是說所有國家的 剛剛說因為班查希臘是個大原則 根據這個原則要社會正義 所以跟印尼的憲法裡面 其中有一個條文 就是說天然資源要去跟 要去由國家去統一分配 這基本上就是代表不是民營化 那你要談到亞齊的問題 因為我去過亞齊三次 那那樣又更複雜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一個 伊斯蘭非常強的地方 基本上本來亞齊 我都會認為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在2001年的時候 我都認為亞齊會獨立 因為那個地方有獨立的條件 第一個它跟 純伊斯蘭的信仰 是跟印尼其他地方 是有點格格不入 第二個 一個國家獨立的條件 就是必須要有 自己能夠經濟上自主 那亞齊是印尼省分裡面 最出產石油跟天安 天安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有個地方叫 Los Mawai 這個地方是最重要的 印尼整個生產石油的重鎮 那為什麼亞齊到最後妥協了 願意回到印尼來 就是因為在2004年的時候 在有個地方叫南海大海嘯 我們大家都有捐錢 那在南海大海嘯的時候 就把亞齊整個摧毀了 那所以它必須要得到 重新開放獲得國際的援助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 才會跟印尼的政府去彈和 那彈和之後大概就給 印尼政府就給亞齊一些特權 那在石油分配上 他們有一個叫中央地方 財政劃分法 給它兩個特權嘛 第一個特權是 其他地方是班查西拉 但是亞齊省可以用伊斯蘭律法 所以你在亞齊省 你去的時候你就發現 你喝不到酒 因為那個地方是完全那個 那個地方是可以用邊形的 它可以置外於印尼之外 那第二個就是 印尼政府願意給亞齊 在天然氣的資源分配上 一個自治權 所以後來這個問題就解決掉了 所以不是哪一個組織 是印尼的憲法裡面是將這規定 在台灣的人 很多跟印尼的接觸 是來自印尼來台灣工作的 像外籍看護或是勞工 那我好奇的是 有沒有人研究說 那這些人他來自一個 就是這麼反華的國家 那他們怎麼看待 他們與台灣的關係 那反過來另外一面是說 這些人他有了台灣經驗之後 回到印尼 他們有沒有影響 他們對印尼華人的看法或態度 謝謝 哇 又難了 你看我從歷史 然後國際關係 亞齊分離主義 現在回到這個 好 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我在印尼的時候 我跟他說 他問我說 就是你從哪裡來 我說 就是 他們分得出華人 就是中國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跟華人 跟台灣人是不一樣的喔 那其實你說印尼排華 他們會來自於什麼排華的國家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我剛剛跟那個 我要順便回答你 你說欸 我在路上的時候 聽到說 計程車司機說 你看到 你說你是哪裡來的 那他說欸 看到日本人很開心 然後看到台灣人 就覺得不高興對不對 不是他說那個司機 就問他說 欸你是不是日本人 他說不是我台灣人齁 然後他就 那個司機就不開心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回答你 因為日本人會給很多小費 台灣人不給小費 沒有任何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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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他分得出來 那其實在台灣的 真的所謂的新移民 新住民 或者是來自於移工 其實印尼是最多 所以我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就去問說 欸到底台灣 除了台灣人 或者是來自於中國的遊客以外 到底哪一個地方的人 在台灣最多 我告訴你 其實是印尼人 大概有20萬個人 印尼的移工 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跟他的關係 非常好 所以當我去印尼的時候 我剛說 第一個他分得清楚 台灣跟中國是不一樣 那第二個是 我覺得他看到台灣人 基本上的那個印象是好的 除了小費沒有給很 沒有給日本人多 對沒有給日本 日本人真的給小費 因為日本那邊 錢很好用嘛 因為非常大 所以給他們非常多 但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台灣人在 在當地是被 是友善的 只是我們當然 我們也去反省說 我們這邊在台灣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對這些移工 我們每次到了 什麼樣的節慶的時候 大家會想說 台北火車站怎麼樣 真的怎麼樣 今天是那個6月5號嘛 對不對 從今天開始 明天早上開始 印尼已經進入到那個 就是那個齋戒月 那再過了一個月 就等於說 到了7月5號這一天 那印尼人 就要在台北火車站 慶祝新年 那我不曉得 今年我們要怎麼去看待他們 那至少我覺得 如果他們來這邊 我們不知道怎麼看待 至少我覺得 我在印尼讀書 或者我在印尼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好的 我不覺得台灣人 被受到任何的反華 拍華什麼等等的欺負 我覺得是很好的 我想要問的就是 和當初的事件比較有關係 就是 剛提到的一些因素 都是像 就是比較上位者的想法 那我想要問就是 當初在就是 930事件的時候 底下的人民到底是 以什麼樣的心態 在看待這樣的事情 是以 一個反共的角度 還是以像 剛剛幫派利益的角度 或者是說 是以一個 害怕自己也被清算的角度 去 就是去做 這樣子 就是他們的想法 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我好難回答 因為1965年 我也沒有出生 這我也不知道 那我當然說 因為 今天的這部電影裡面 大概是從加害者 從個體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那我的演講跟報告裡面 是從總體的角度去看 整個大脈絡的問題 我覺得 那其實在當時 就我回到我剛剛的問題 回到剛剛沒有講到 我們在討論政治局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叫 民主的不可自理性 就是我們可能在殖民地的初期裡面 有 反殖民之後 民主國家開始建立之後 我們要給他 很多的民主制度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在當時很多民主制度裡面 是 失敗的 因為大家都想參加 大家都 都從殖民裡面去做解放 但是 想的是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在當時一定 所有的民眾一定都是confused 會在一個非常複雜的情緒 因為有伊斯蘭 有民主主義 有共產黨 每一個理論跟每個理想 都告訴我們有一個美好的生活 就像台灣 你到底相信什麼 每個政黨也告訴你說 你有一個美好的生活 但是你到底相信哪一個政黨 所以我覺得在民眾 在當時是一定是一個 confused的一個階 非常混亂的一個階段 那當然最後被民主主義這一派的人 出來清算清洗之後 大概就被定為一尊 所以現在到印尼的社會裡面想法 都還是 多數還是比較像民族主義的想法 加一點伊斯蘭的想法 會多一點點 這有為什麼說明了說 我覺得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 在短期之內 在印尼不會可能發生的一個 大的原因 這大概還是從上層結構 上層結構裡面去做決定 因為剛剛講到那個 民主治理的不可能性 那其實當然 我們再講另外一個國家 當然它跟印尼很不一樣 就像智利 智利當年也是那個政變上去 那政變它 後來那個平諾奇特後來下台以後 就是說他們國家 當然它要退 智利就開始推動轉型正義 當然這推動過程中也很辛苦 然後也沒有 也是在平諾奇特過事前 並沒有 那過事前它已經被禁止出境 然後也已經被起訴 但是過事前那個事情並沒有完整 但就是說至少智利是邁開這一步 但是 然後我們再看那個亞洲的那個 你說像那個柬埔寨 柬埔寨他 他當然他當年那個 刺檢殺最多人的頭號 那個兇手是過世的 對 來不及打到他 但是23號呢 也在這兩年也被起訴了 我會覺得說 並不是 就是說你即使那個時候 那個民主的不可自理性 某個程度有時候 是他們的那個藉口 然後這個藉口就是說 也不見得保證說 你當時可以用這個理由 來過度的那個殺 過度的殘暴 所以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說 我會覺得 為什麼印尼沒有辦法處理這個事情 是因為 當時的人都還在位 就是軍方那些有權利的人 當時那些 犯下這些罪行都還在位 就像剛才老師講的 就是說 可能會有人講說 這可能要等那個 說他拖 旁邊的人都走光了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處理嘛 但是我們在所謂講 轉型正義都是 就是說 這個可能很困難 但是轉型正義有一點 就是說你要處理加害者的問題 而不是說等他走了 再去處理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想法說 會不會是說 為什麼會沒辦法處理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當時人都還在位 然後你說這個新的總統 他為什麼可以 好不容易說 讓同意 由官方跟人權團體 來合辦一個研討會 但是顯然辦沒有多久 他馬上又收回去 那顯然就是說這個 當時那個在位者這些 那些當時掌握權利 而犯下罪行的那些 到現在還有很大影響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狀況是 我還是比較從權利的角度來看 我會比較擔心是宗教 因為不要忘記真的 伊斯蘭的影響力在印尼是非常大 那所有的 你看 隨便講個例子嘛 像Play 之前有個最有名的例子 像Playboy這樣的雜誌 那本來說在印尼刊出 那發刊的第一期 然後伊斯蘭的基金分子 衝到那個雜誌社 就把那個雜誌全部都燒掉了 所以這種其實在印尼裡面 很多的其實的隱藏的因素 像是宗教的因素 其實是在其他的國家裡面 沒辦法去做計算 像在柬埔寨裡面不會有 在智利裡面可能不會有 可是在印尼的話 那變數多一個 那這個變數又是很大的變數 所以對於處理印尼的問題來講的話 那個複雜程度就更高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大概宗教的因素 不能去忽略也不能去考慮這樣子 你剛才講的他們有個黨叫UN嘛 對 那我看到的資料好像是說 他們在當年在排貢或排華裡面 是有扮演協助者的角色的 我不知道這個過程是怎麼樣的 對都有的都有的 所以像比如說像是那個 最印尼華人最不友善的政黨 就是那剛剛講的那個Mohammadiah 所以你在說你去了日人 你就發現那個當地的華人 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低調 其他地方你看得到有唐人街 但是在日人你就看不到有唐人街 為什麼 因為當地的Mohammadiah的勢力太強了 那華人基本上都是一定要很低調的處理 因為他們知道那個是比較極端 就回教兄弟會喔 那是比較極端的 所以比較不敢有太多的聲音出現這樣 戴老師 既然我們都已經發現了 你真的是能夠上下古今都能夠應付 所以我就把你從古代到今來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就以我們台灣來看東南亞而言 其實我們包括整個社會跟決策者 都習慣於為 都是以台灣跟華人的角度去看東南亞 從來沒有說是為了解他們而去了解他們 你看談馬來西亞的時候 談的是馬來西亞華人 談印尼的時候是談看到只是華人 只是看到華人而已 然後在前面一個階段呢 就是中華民國的那個思維為主流的時候 他們都是華僑 然後到了後來呢 就會變成只說如何去招生跟招商 那在這樣一個脈絡裡頭 現在新政府上來了 開始談南進政策 那而我們對於東南亞的極端的複雜性其實了解 我覺得是非常淺薄的 所以當新政府替我們提出這個南進政策的時候 以你這樣一個對於東南亞這麼了解的人 你是有什麼樣的期待跟什麼樣的憂慮或者說提醒吧 好可怕 我就怕問到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每天看報紙 不管天價雜誌也好 商業週刊也好 所有的雜誌裡面都在講說 我們要南向 那所有的學者 國際關係的學者 關心新著名的學者裡面 都要去談南向這件事情 我就直接跳出來 我自己的想法也沒有任何的授權 我就帶我自己想法 第一個部分 我不覺得那個南向一定跟西進是有衝突的 我隨便講幾個例子 從經濟上來看 我在上禮拜都去了青脈 那青脈遇到一個龍眼乾大王 他告訴我說 他一天做出來的龍眼 就是收購的龍眼跟生產的龍眼 是可以把台灣一年的量都收購完了 這算真的很大了 他告訴我說 他是台灣的技術在青脈種植 但是是在中國大陸銷售 所以基本上在未來裡面所謂的商人 他們早就知道怎麼樣去調和 所謂台灣東協跟中國大陸之關係 所以我不竟然覺得說要去南向 就是一定要去解決西進這樣的問題 不管是從經濟也好 政治也好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那是應該是個平衡 那當然南向很重要 那但是其實我並沒有覺得說 因為南向之後 就要跟西進的市場做一個切割 第二個部分我覺得這真的是對的 大家應該去研究東南亞 所以我今天很開心 有很多人問了非常多有深度的問題 代表說其實大家對東南亞有興趣 不要讓大家覺得說一想到東南亞 就想到是什麼 那種負面的是什麼 外勞啊 費用啊 幫用這樣的事 至少我覺得在台灣的社會 最近幾年已經開始用一些比較中性的名詞 比如說新住民 新移民 移工 這樣的名詞來取代原來東南亞的這些概念 那我覺得在未來裡面更多的事情就是 大家應該要去做一個了解 諒解 不要把那種所謂 我看到有一些人的想法說 我要把台灣的什麼樣的東西 要帶到東南亞去幫他們去改善生活 那你就錯了 為什麼 因為你去曼谷你會覺得 我來自高雄啊 我會說 曼谷其實是比高雄來的更進步 我覺得跟台北是差不多的 你去Jagada 你發現全世界最多的mall 其實是在Jagada裡面 去Jagada裡面的mall 沒有一個輸給台北的任何的mall 你不能再用台灣是高的 你們是低的 就剛剛講的 你是華僑 你是華人 這樣角度 大家應該要去理解 去認識他們 去理解他們 而且這個認識跟理解也不能從首都開始 因為我剛剛說 你去看Jagada 剛剛有提到 去看Jagada跟日惹 那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世界 你有沒有辦法去走出去喔 我自己在最近幾年裡面都想做一件事情喔 對 我很關心新住民 我也關心新移工 但我覺得更多的事情是我自己 我都帶了我的學生去走出去實習 去那邊住一個月去 像今年我就拿到一個計畫裡面 是我要帶我的學生去緬甸去住一個月 我要去讓他們看看說 你們真正認識的東南亞 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我覺得如果能夠讓台灣的年輕的學子 特別是各位有興趣 對東南亞有興趣的人走出去 多看看 多了解 那個才是真正能夠去改變 我們整個區域之間的和諧的關係 只是這種走出去去看 去了解 很難變成KPI指標 所以不能說我送了多少人去 以後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那這個東西就不對了 我覺得就是應該要去更多的理解 所以為什麼過去都是華人華僑 因為容易 比如說你去研究印尼 你去研究印尼華人 很多中文的文獻啊等等容易 你去研究什麼馬斯尤美 你去研究摩哈摩蒂阿 那個好難喔 所以我想過去的研究裡面 大家會覺得華人比較容易 所以我去研究華人 那我覺得 大家如果越來越有興趣 越深入了 你看我在泰國 我在很多鄉下的地方 我也看到台灣人 我覺得那個東西 如果已經散播出去的話 基本上 離開了所謂東南亞的首都 離開了所謂東南亞 都是一致性的想法裡面 會讓整個台灣的年輕人 在整個東協裡面 活動得更有活力 那我覺得那個應該是 新南將政策裡面 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簡單來講的就是 年輕人應該要走出去看一看 東南亞各個國家 他們建國之後 由於各方的想像是不一樣的 所以後來產生一些混亂 那蠻多是 以獨裁的這種方式來解決 那我蠻好奇 為什麼會是 變成以獨裁這個方式來解決 背後的社會經濟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就是 老師剛才的簡報 大概提到了六五年之後 然後是蘇哈托上台之後 然後華人的地位就是 可能比較被壓制 那我比較好奇就是 98年他蘇哈托下台之後 那華人在當地的處境 有沒有什麼改變 就像你剛才有提到 有個客家人的 在Jakarta 那他可能變成未來的政治行星 那中間 98年到現在的改變是怎麼樣 然後再來就是 很好奇老師 您個人就是 在十多年之前 自己跑到印尼去 去讀書 那我很好奇就是 老師你當時是因為什麼機緣 好 三個問題簡單回答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獨裁 因為很簡單 獨裁會帶來穩定 就他們那個時候 因為民主不可自理性 混亂不同的價值觀 所以獨裁者就出來說 我可以給你穩定 我可以穩定一切 所以你看剛剛講過 像李光耀也好 馬哈迪也好 或者其他東南的頂導者 在70年代80年代之間 基本上都是獨裁 或者是威權 但是目的就是穩定 然後發展經濟 唯一最主要一個目的 所以基本上穩定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部分就是那個 為什麼華人 那98年之後 當然華人就開始解禁了 所以現在華人過年可以放假 華人可以有華人的名字 所以新一代的華人 基本上逐漸開始可以去 從原來的經濟領域 會到政治領域 我覺得這東西 會越來越改變 就是過去的時間 那個所謂的恐怖的 被報復的情況會不見 那現在會開始 第三個 講到我自己本身去印尼 那會掉眼淚的 那其實我的故事是這樣子 因為我在博士班的時候 基本上我在 我本身原來大學是念 中心法上的公共行政系 那後來研究所的時候 就念了中山大學的 亞太語中國研究所 那 但當時200 19 那個時代其實最紅的是 是到中國去 所以我的同學啊 都研究中國的經濟啊 等等之類 但因為我的老師是 專門研究東奈亞的 比較少數 台灣其實研究東奈亞 資深的前輩也不算太多 那他就叫我去吧 我就說好吧 我們就開始研究吧 那所以我的碩士寫了新加坡 然後碩士到博士的階段 也寫了馬來西亞 最後我想說 那就來寫印尼吧 那 差不多就這個時候吧 2002年的這段 這個時間 六月的時候 怎麼要考試啊 畢業啊 我的點數都達到了 論文也寫完了 我們老師會講說 你要去研究印尼 你不會講印尼話 也沒有在印尼住過 好像不太對 來 你來去印尼好了 所以在畢業的前戲的時候 被老師跑去印尼 那當然我剛剛那時候也傻傻的嘛 那如果看完今天的片子 我就不敢去 我就說 老師那我不要念 我要休學這樣 那我就想說 好吧那就去吧 那時候真的沒有網路喔 然後那個打電話回家 還要播那個電話卡喔 那就去了 那當然去了 也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下飛機的時候 就看到印尼人在旁邊燒那個放火 我想說 為什麼這個城市裡面都是火 後來還知道說 原來在那個馬來文化的傳統裡面 垃圾的處理方法就是要燒掉了 所以你在印尼時常看到有人在放火 你不要以為說那個為什麼會放火 或者說你家的那個新移民 為什麼他來新住民來的時候 幫你幫你家工作的時候 你他可能會放火燒一些東西 你會覺得很不意外 那是馬來文的傳統 所以印尼為什麼會有埋害 因為每年到了春耕的時候 他們就習慣把過去的東西 就一把火燒掉 燒掉以後就煙霧污染 那是他們的一個傳統文化 那大家後來到了印尼大學 去讀了印尼文之後 發現其實印尼文 我覺得也蠻鼓勵啊 如果各位年輕人 應該去多學印尼文 因為印尼文非常簡單 他沒有什麼太多的複雜的文法 他的字母都是用英文的 拉丁字母去拼的 所以你只要會講 你就會看你就會寫 那所以學印尼文是 我覺得在東協國家裡面 是學最快的 那當然就因為這個樣子 就學了印尼文 然後留下來 那其實原來本來的 碩士論文跟博士論文 都在寫民族主義啊 宗教啊等等之類的事情 然後可是因為後來我找到的工作 是在國契系 所以後來最近幾年以後 就開始走一些經濟的路線 我覺得在台灣的東南亞研究裡面 在未來裡面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其實年輕學者沒有辦法 有新的機會 我很老了 我1971年喔 現在45歲 那可是我後面沒有什麼其他的新的 可能在政大有一個楊昊老師 就是政大亞太國關中心的所長 那他是68年次的 其他都沒了耶 所以可是我們說我們要推動南向 好像沒有給所謂新科的 東南亞研究的博士 有任何多的機會 可以找到穩定的教職 讓他能夠去做東南亞的教育 所以你說推動新南向 好像在這一塊面 就做得比較不是那麼好 所以其實現在有人說 我要去印尼讀書 然後我要去泰國讀書 可是回來勒 有沒有辦法找到 穩定的教職 可以去做東南亞的教育 或者是傳承 我覺得可能大概去談東協 或南向政策裡面一個 有很大的一個挑戰這樣子 我們新南向政策的一個關鍵問題 就是你兩邊根本沒有適合的那個 有建立學界或民間團體的人脈 交流的人脈 這個是蠻關鍵的問題 非常感謝戴教授幫我們做一個非常棒的 一次的幫我們介紹 他真是從歷史、地理、國際關係、族群 然後信仰 幾乎每個層面他都幫我們做一個 非常完整的介紹 而且我們從印尼 他今天還除了印尼以外 從印尼也幫我們了解 整個東南亞的問題的複雜性這樣子 然後今天在場的來賓也非常非常棒 其實這幾次 我們本來想說這個問題 而且今天電影這麼長 本來想說這個問題應該大家會 不見了會有興趣 沒想到大家不但看了 而且討論還非常踴躍 我覺得今天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一個一次絲沙龍這樣子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然後我預告一下 那個下一季的絲沙龍已經開始了 你們等一下拿一下他那個 大家可能也許看大家介紹一下 就焦點中國 那個我已經事先看過那個議程了 也是非常的精采 歡迎大家繼續參與